我的妈呀 这一大盆 这是我第一次吃茂菜 饭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茂菜 20多公里跑过来吃 我们去尝尝 走着 外边能做不 外边可以做不 你做红色啥还比较快 不 我就要做外边 哈哈哈 猪脑子有没有 有 我们把脑花都吃了 别人无脑花可吃 这个姐就是不耐烦中带着一丝丝的可爱 你们是广州过来的 你们也来吃是吧 对啊 看个家店 哈哈 三二一 哇 这么快 这酥度太可以了 嗯 好香好香好香 这个脑花真的是脑子啊 二二 大呗 我的妈呀 这一大盆 我们加了两份茅肚 这是我第一次吃茅菜 你要蘸辣的 这辣的不辣的 好好吃 我觉得茅菜比布剥鸡和丝丝挺好吃的 好咸 这一大锅好鲜 因为我们不用点主食了 这个茅肚可以当饭吃了 茅菜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多了 我真是第一次吃茅菜 真的是一锅都啥都有 你到底相信这是酥肉吗 和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啊 可以酥肉像我们夹那个大碗子似的 糯糯的 然后加肉 老花 手勒 好爽啊是不是 吃喝 还是这东西好吃 葱桌真不辣 不是 葱桌真不辣 在重庆是真把我拉惨的 重庆的火锅敢吃第一回 我真的不敢连着吃第二回 大家的米饭是好的 它米饭是我喜欢吃那种一粒一粒的 好香 豆胖 好看 爆汁了吗 嗯 喝了一口汤 跟这一锅贼下饭 我觉得这个汤煮这个面应该贼好吃 哇 这汤打包 回去还可以煮面吃 有像我们吃那个红烧牛肉面 加上那个三鲜一面的那个味道 就两个面条料必须得加在一块 我觉得方便面应该出一个冒菜味 肯定很强手 土边是不是就是洋芋 成都还有比冒菜这个辣锅锅还好吃 那辣锅嘛 今天就这样吧 和我点赞你就说的 朋友们明天见 拜拜 这锅满满当当的 我们在重庆的五一路 去吃一个毛小旺 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那 你看 这大份的是吧 可以可以 好香啊 人家只有毛小旺 别的都没有 快尝尝 哇 料给的是真多呀 牛肚 牛肉 海带 蚝片 还有土豆片啥的 好香 这锅满满当当的 好香 进度的好香 还是花椒和麻椒 它的辣椒是这么辣 我觉得这会吃上瘾的 又香又辣又麻 如果你来重庆吃不上火锅 你就可以来吃毛小旺 火锅如果辣的等级是 十几的话 毛小旺也顶多就是五级 所以来重庆吃饭 你一定要过渡一下 第一顿就来了一个重庆火锅 然后两天没起来放 哈哈哈 压血 好像我在别的地方吃的毛小旺 要么就是特别辣 辣得很奇怪 要么就是特别麻 特别咸 它这个是都有 但是都很均衡 好吃 越是越热 冒汗了一点 这会人满了 看看我们来得早 哦 好下饭啊 这个 不辣 麻 不辣 哈哈 现在感觉舌头像过电了一样 但我现在想就是这样 吃辣能让我的皮肤变好 我觉得都值得 我看看那一个个小脸 男生女生都嘴白 我的米饭都红了 粉 啥粉 不喜欢吃海大 不喜欢吃菜 只喜欢吃肉 米饭都不鲜亮 又大又厚 我们俩点了这个五人份都快吃完了 这毛鸡肉就是又爽又下饭 今天就这样吧 后天那就是我的饭友们 明天见 拜拜 这哪是重庆小面呢 这是重庆大面 我们现在去吃一碗 号称全重庆最贵的小面 140一碗 我们去尝尝 不知道 不成天下第一 只要大家满意 有那个全家福是吧 全家福就擦了 擦了 擦啥了现在全家福 擦牛肉 那我还要全家福 擦牛肉 擦牛肉吧 中午就卖美了 这个叫波波 这个盆叫波波 波波山上吃波波 好香哦 这个 坐这好不好 这是你的 两个波波140 这是我吃过最贵的一碗面 这哪是重庆小面呢 这是重庆大面 厚劲 好辣 牛筋 牛皮 还有爱吃牛肚 这么想想还挺直是不是 要劝自己吧 牛皮厚不厚 我第一次这么吃牛皮 好黏牙 而且很好咬 好吃 这个面真的就是裹满了牛味 真的是裹满了牛味 这就是波波啊 这是波波啊 不叫盆 我这个面就特别像发了工资之后的第一顿 这就是脚踝处的肉精 你看我这底下 我这料都在下面呢 哇 肉好多啊 肉 肉真的给了好多 好吃的啊 好吃是好吃 在天天吃过破晒 像果豆似的 这个牛就是可以吸溜一口 牛肉味的果豆 我听说有的人 一年在他家吃一套房呢 统定说软糯叫爬 爬糯 爬糯 爬糯是不是就是软糯 很爬 这个牛肉很爬 真的是肉有多面有多 出口了 能看出来它是弹弹的 哎 吃肉吃饱了 好面 这真的不是重庆小面 是重庆大面 我吃饱了 我吃一盆子 今天就这样吧 勾点赞就是我的饭友伙们 明天见 拜拜 你看我是怎么把螺蛳粉吃成了我吃不起的样子 看看我这炸蛋 这层红油真的是赢了 吃螺蛳粉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顿螺蛳粉 我们看看这家咋样了 我去尝炸 尝炸 我们去这几家全都在小巷子里边 腊肠也要 腐竹也要 两个鸡脚 两个猪脚 那你到饱了块钱对吧 要中辣 两块儿都要中辣 看了就很辣 不是 今天的中辣感觉比之前的辣 哇 它家是炸猪脚 旁心难 哇 先来一口这个 不要浪费这个蛋液 嗯 我买了螺蛳粉汤汁的 湯心难 好棒 我们先吃个炸猪脚吧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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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猪脚 整个的一层大猪皮 这猪皮炸的老香了 然后后边都是猪肉的筋 它这么一炸 那个汤汁都能吸进去 哇 这猪脚就是蓬松酥烂 老板就是来吃配料的 猪脚吃饭 我这缝里只剩粉 有鸭爪 没有鸡爪 白柳肉真的应该挑出来 特辣了 昨天晚上我们那司机大哥 还跟我们说 说他从小吃不了甜的 然后家里边人往他嘴里 放了一口辣椒 他就兴奋了 嗯 辣肠 我觉得螺蛳粉的汤 果啥吃的好吃 不要让它撒出来 你放一口给它吸溜进去 那个蛋液是有点冰冰凉的 我觉得吃螺蛳粉的危险性就是 千万别呛到 一旦呛到肯定是要呛到脑子里的 它的鹅脚我不想要了吧 呵呵呵呵 豆腐胖 是我飘了吗 我真的感觉中辣一点也不辣 给你推荐一个特别辣的吧 我觉得我们上次去的第一家交解 那家的微辣就贼辣 点一下他们家的特辣尝一下 能不能让你起飞鸭爪 它的鸭爪不是那种特别干的 他们家是能吃到肉的 我还是喜欢吃这个豆腐条 豆腐条你就是喝汤 豆腐条太起汤了 外面清鲜里边挺甜 吃了甜辣的酸辣的还有香辣的 还有贼辣的 柳州吃的东西如果是否还能吃啥呢 等他告诉我 我们明天见 拜拜